中国装备制造业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 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战略支撑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 加速向制造强国转变 从这里出发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端装备制造业 创新为力 强劲奔勇 高级济师白树华的一天开始了 它要焊接的这个直径800毫米 长8米的布箭非同一半 是全球尺寸规格最大 制造难度系数最高的 华龙一号核点竹管道 华龙一号 中国自主第三代核点技术 世界核点巅峰的中国重器 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 单台机组每年发电近1001000瓦时 可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816万吨 相当于直属枣林7000万克 核电竹管道 核电站的动脉血管 负责输送核反应堆冷却剂 其性能稳定性 可靠性 安全性要求极高 核电竹管道制造 是世界性难题 作为中国核电技术 完全自主化的参与者 白树华所在的国际重装 二重装备 耗时近十年 持续研发 反复验证 掌握了多项专有关键技术 成功实现了第三代核电竹管道的自主研制 不能产生一个针尖大小的点状缺陷 焊接变形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 华龙一号核电竹管道 焊接工艺 堪称世界顶级 狭路相逢 顶级焊工白树华 需要慎之又慎 最终 白树华凭借其出神入化的焊接技术 完美地实现了又一次极限挑战 这个需要有极强的基本功 还需要在实践中 在不同的结构方法材料中 去不断地积累经验 我们能够有幸参与到 这个黄龙一号 这种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业的 这个产品制造 也从这个产品的制造技术方面的 突破了我们国外的一种垄断 从2021年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投入商业运行 到如今批量化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 以基神世界前列 随着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加快从跟跑并跑向零跑转变跨越 中国制造在重点领域 正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F级 50兆瓦重型燃起轮机 代号G50 中国装备工业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燃起轮机 是从大气中吸入空气 并将其压缩 压缩后的空气进入燃烧室 与天然气燃料混合燃烧 产生高温燃气 推动涡轮做工 从而输出强大动力 作为热工转换效率最高的装备 燃起轮机主要用于燃起电厂发电 更是为常书管线 航空和舰船等打造的动力心脏 重型燃起轮机 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 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的象征 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自主研制 2009年 中国气轮机制造企业 正式启动F级 50兆瓦重型燃起轮机自主研制 用十多年时间 完成了中国首台 50兆瓦重型燃起轮机研制 顺利实现了整机点火试验 以此成功 精密铸造生产线上 一种极其特殊的叶片正在制造当中 透平叶片 重型燃机核心高温部件之一 重型燃起轮机分为E级 F级和H级 温度越高 技术等级越高 F级重型燃机工作温度 达1400摄氏度左右 确保高温部件在金属熔点以上安全稳定工作数万个小时 这是一项世界级研发难题 透平叶片被设计成空心 当它高速旋转时 空气进入叶片内部 形成对流冷却 陶瓷形成为特殊陶瓷材料制成 最高耐受温度可达1580摄氏度 经过压腊工艺 陶瓷行星首先被制成蜡膜叶片 紧接着 全自动机械臂出手 将陶瓷涂料和特殊砂石 均匀地涂抹在蜡膜叶片表面上 昨日时期形成陶瓷行客